六港丁司官按12月26号开始 推出六星阴棋丹苏信亚明显 当时35兆20万年以前 六港五只十秒的历显 很多伤疾都争取时 选择整集成针的历显 我在鹿港所做的文化資產的影像 那我們在這邊可以看到很多古蹟修復前的一些舊的照片 讓我們了解早期的文化資產修復前是什麼樣的一個景象 那看完這個展覽之後再到現場鹿港的景點 你就會發現古蹟修復前跟修復或是有很大的差異跟不一樣 像身後這個照片 像我旁邊這個照片 你看這個是我們鹿港現化馬祖京新安宮它的屋簷下面的一對獅子 但是這對獅子因為年代很久了 所以我們看到它已經風化掉了 可是在民國76年一個晚上它被偷了 所以這隻獅子到現在還沒有找到 民國85年廟方重新整修才新科了一對獅子上去 所以我們就看到被偷之前的這個獅子的影像 鹿港町就用科技封標示 但屬於專心道理文化主宰的保存 就由以下的車和桌上團用鹿港文化 這次很難得 登出他登記記錄鹿港亞上的作品 歡迎大家來鹿港町書館來參觀 我們這個陳士賢老師 在我們鹿港的結長宿舍 來舉行鹿港印象的影像展 尤其陳士賢老師 是我們在地非常深耕的一個文史工作者 在我們年輕人所記錄的很多影像 還有拍了很多的照片 可以說把鹿港帶去 包括綜合文化以及歷史建築 依依都存在拍攝在他的照片 我們陳士賢老師也非常榮心 可以說涉及很多相關於鹿港的書籍 他也不時代 每次鄉港港來做貸款 來編列一些六港相關的書籍 那他目前有三十幾次 也獲得很多的獎項 上司官推出單索還要領上電 透過一張一張的相片 要讓鄉親重新了解 那個消息的年代 就像花西門林貴英 六港彩虹報道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